影响最早 最深的是父母 可是老师也扮演 农夫心情耕耘的角色 在孩子心中 洒下善与爱的种子 还需要适时提供养分 让幼苗得以生根茁壮 一天我们就是 给他们去找一些 不是这么清澈的水 目的是要让他们体验 看他们敢不敢去 用那些比较不清洁的水 有水 有水 有一桶 一桶 有 我倒个水回去好不好 不可以 不可以 今天就要喝水了 要喝水 来 自己小心 你应该感到还好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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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不要这个黄黄的水 对 你不怕 你不怕这个水 你不怕这个水 我有一桶的孩子 我不要 你一桶的话就没有了 我不要 就是让他们自己小朋友去 亲眼看到 其实在这个地球上 也有一些国家 就是他们没有干净的水用 假如是每位人 不会珍惜水 把水龙头开得大大 总有一天的话 我们也是会跟他们这样子 过着这样子的 没有干净水的生活 有水真好 有水真好 走进大爱儿童教育中心 张子萱就像走进了同年的回忆里 你怎么会摆的 这个以前也变得很大 第一个就是坐纸 要摆设方式 第二个就是它里面的肚子全部不一样 对 会怀念吗 以前 会 有教上课的 会 比较轻松 像现在这样 现在怎样 功课很繁重 每天要做啊做啊做 这样轻松的学到东西吗 有 生活上的知识 生活上的知识 比如环保 毕业五年后 子萱再次回到人生中的第一所校园 以前在大爱儿童教育中心的点点滴滴 或许有点模糊 但一些观念却牢牢地根植在他心中 这些就是以前我们放书包 跟放环保物的铁笼 我们放了过后 就推到那边给那些环保室公分类 在放进那个大的回收箱里面 这样你环保观念是从 是怎么样养成的 就是在幼教的时候老师也是有教 也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也会通过 做环保雷迪粉树 在年尾的时候的奖品 老师这样鼓励我们做的 维维说起幼教师的环保经验 这些清晰的记忆 如今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也因此影响他的家人 一起投入做环保 因为慈祭幼儿园就已经有推动环保 他们每个礼拜都会带环保屋去 从那时候 就是他四岁的时候开始 所以之后我们也在家里自己做 做环保是心里绿色种子的萌芽 而看不见的种子也已悄悄茁壮 这包括生活教育中的自律与自我要求 谢谢这是你做的吗 我做的 我写的 是什么的 是那一年还有定家的目标 这考取第一名是全年的 可是应该没有什么机会 因为差第一很多本 然后这个是去年的记录 破去年的记录 就是创新自己的一个记录 特别很乱的一部分 本来就是我今年拿到的两项了 挥春优胜奖演讲第三名 小阿汉马来文演讲第一名 然后拿了一枚奖才中开第三名 作文比赛 优胜奖跟英文奖故事比赛第一名 这个我把自己列为头号 就是因为要先把自己打败 才可以去再去跟VC他的比较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你现在的成绩是怎么样 第五 他在第五 其实从U读书 就是U教开始到现在 我们很少担心他的学士 因为我跟爸爸都是属于 做一个陪伴的角色 所以很好笑的 他其实是少数没有補系的孩子 他的自律方面 在课业方面还算不错 就是功课会自己做 然后不懂的就等我们放工回来 然后跟他一起来处理这样子 虽然每次定下目标的门槛一次比一次高 但对子萱来说 学会自律比考的好成绩更为重要 因为能够不让父母操心 就是他这个年纪的孩子 能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只是在子萱心中 还有一件比课业更为要紧的事 没有地球人类就死掉了 可以成为环保动使 打从十岁那一年开始 子萱就发觉地球妈妈生病了 但身边的伙伴们却毫无知觉这个事实 因为最近的那个地球那个什么温室效应 那个我们的全球的那个温度慢慢升高 所以我们我就开始心里有一种 想要做环保的念头 来拯救地球 班上同学的环保意识需要被唤醒 这是一件比分数更需要你我他注重的事 因此才就读四年级的子萱 展开了她的环保醒觉运动 我在找一些比较认同环保的人来帮忙做 因为有些我跟他们讲 这个可以回收的 他们就把那个纸屑丢进那个垃圾桶 还有那些纸张也丢进去了 这是当时我做的 有些是从实际那个环保传单上面找来的 有些也是从网站上找的 因为自律与自我的要求 于是这个环保运动可不是小朋友说着玩的游戏 子萱细心安排每一个环节 从看板的环保理念的宣导 到号召志同道合的同学做分类 甚至自己身体力行珍惜资源 就算是用剩四公分的铅笔 也要继续用下去 这样短的笔可以用吗 可以 那怎么你用到这样短 因为还可以继续地使用 所以就把它用到完全不可能使用为止 一年多下来 从理念到实践 马林小学的校园环保 以小友成绩 除了班上有回收箱 同学们也开始主动响应环保 原本要丢纸张 进那个食材 然后谁给我讲 这品来环保我就给他了 这是杂质 杂质来这里 杂质 这是 可以 公勇这一群校园环保先锋 和子萱每天牺牲小休时间 一起来做分类 包括清洗和回收 丝毫不怕肮脏 不怕辛苦 落实环保清静在校园 我们可能并不会想到说 这个做环保这个动作在几年后 它会变成一个动作 去想要影响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去知道环保 我觉得这边就是一个小小的种子 在它心里面 一直在成长着 我们虽然不知道 可是可能它其实每天都在浇水 到现在它的萌芽 造成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跟人用绿化的手 以及慈悲的心 来做大地的圆灵 保护地球 因为深知人类与天地万物 是生命共同体的道理 子萱特地做了一首童诗 呼吁大家关注受伤的地球 我也是一颗美丽的地球 在以前 我的朋友们都快快乐乐地 住在我身上 可是如今呢 如果我能说话 我会说 我好失望啊 原以为人类会好好爱惜我 保护我 结果呢 我会说 我好想哭啊 求求人类还我个美丽的家园 幼儿园是为孩子播种的时期 生活中的信念与智慧 都是从这里学来的 一棵树如果要长得好 就必须扎根 才能织繁叶茂 绝世累累 当善的种子在心中发芽 就能发挥不可思议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